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狗 今天呢我们玩的游戏啊是建造类型的模拟器呢 那么之前我们也是建造出了很多个游乐场 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要建造的是什么呢 小伙伴们肯定猜不到吧 我们要建造一个超大型的监狱 那么玩法的话还是跟之前建造游乐场是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专门领金币的位置 我们领完这一波金币呢就给建造其他的东西了 看到了吧这些是一些设备 专门产一些建造房屋的一些材料 这白白的一个方块我也是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是产出来应该是可以兑换金币的 好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先把这个超大型的监狱给大家建造出来 看一下是什么个样子的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今天的建造游戏呢 记得帮那个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那么这一块我们建造出来的呢 是一个犯人跟家属对话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电话 一个是在内部一个是在外面 拿起电话呢就可以互相沟通了 好的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建造好了 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建造其他的设施呢 在前面呢有个红点 一踩下去我们就建造出了好几个红点出来了 哇这是一个放制服的位置 现在呢我跟老弟穿上了这个制服 掌管这个监狱 接下来我们接着去领金币 然后再去建造其他的东西 二蛋的话是专门负责这生产材料的机器 我跟老弟呢就负责建造 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出落案子 分工明确 哇哦我建造出了武器库 哇哦我拿上了手枪 没想到这手枪呢还真的可以开出货耶 然后这个东西是啥呢 哇要花钱的那就算了 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其他的位置吧 先把金币给领了 然后这里有个红点 原来是一个红外线的门 我刚才看到后面的位置呢是建造武器的地方 那我们的话要接着建造呢 哇哦这里的话建造出了一把大剑 这把大剑的话看起来好酷啊 我们是拿上了 先把它放到我们的背包里面 再领一波金币 这个角落呢是墙面 我们是把它建造出来了 慢慢的已经成形了 这个监狱啊开始完善了 接下来我们要到通话室找一个看守员 好的 1500滑下去了 然后这里呢是消防一些设备 这里是一个图标 还有一个小角落呢是没有办法建造 因为我的金币不够了 我得要出去领一波金币啊 好的这一波金币的话我领到了5.9K 接下来我们还是在这个通话室 哇哦 我建出了一个楼梯 看来还有第二层啊 那么这边呢是什么东西 这角落里面 哎这是啥 好像是一个犯人呢 怎么会在这个楼梯底下呢 不是在一个牢房里面吗 现在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这牢房是在哪个位置的 难道是这个按钮 不对呀 是这个红外线的门 这里呢是通话室 那我们得出去看一看其他的位置了 先领一波金币吧 我的钱已经不够了 领完金币呢 我们开始到达第二层的位置来建造 我们呢还是机器为主 先把生产金币的机器给它建造出来 然后就是这第二层的围墙了 应该就是在这边上的点点吧 这蓝色的 没错 还有这红色的是什么呢 哇原来这上面的话 是这个吃饭的区域 然后这里呢 我也是没有看懂啊 里面的话有很多东西吃呢 有汉堡 还有鸡腿 哇还有披萨 看得我的口水直流啊 还有甜点圈 这犯人吃的货食还真好呀 然后这边上的红点 是一个洗手台 那这里面的小屋子是啥呢 我们建造出来看一看 哇原来是一个监控室 然后这里呢 还有其他的制服 哇我换上了 这应该是特种部队的一个服装吧 哦还有喷子呢 第二层吃饭的区域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已经建好了 接下来是第三层 第三层最重要的地方呢 还是围墙 我们要把这些围墙 先把它建造出来 二蛋和老弟的话 他们已经把其他的设施 给它建造好了 那么第三层 就是关押犯人的位置了 哇这里面的话 牢房的位置还挺宽的 然后里面呢 有书桌 然后架子床 这一个位置啊 可以关押 六个人呢 不止九个 Oh my god 这牢房挺大的 然后我们也是安排上了看守兵 里面的日常用品呢 也是应有尽有啊 看到了吧 这就是犯人了 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洗手台 还有一个马桶 床的话 我们已经安排到另外一边去了 OK 这第三层关押犯人的位置呢 已经建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准备来建造 第四层的位置 走 我们上去看看 这第四层要怎么建造呢 老弟和二蛋呢 第四层已经建得差不多了 原来这第四层呢 是一个装备库 这里面呢 有很多装备 你看 这个是三级甲吧 我已经穿上了 然后我刚才拿的枪呢 也是五颜六色的 我看到一个关押的犯人逃脱了 诶 被我给解决了 我们呢 会在这个监狱里 加强防守 还有增加人手呢 然后这个是一个自动门 这第五层的话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得先建造出来 才知道啊 哦 是这个大炮 好家伙 有了这么重型的装备 谁还敢来绝育呢 我跟二蛋还有老弟呢 努力的成果 这个超大型的监狱 已经建造好了 现在是整个监狱的龙帽 大吧 好了 那今天的建造模拟期呢 就玩到这了 喜欢大狗玩游戏的 记得帮大狗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下期见 拜拜